美国服装鞋袜业联合会会长 李克·黑尔芬·拜英 当地时间17号 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 CNBC的采访时无奈地表示 加征关税让美国的服装鞋袜业遭受重创 当主持人问道 为什么美国服装鞋袜制造商代工厂 不能从中国搬出去 而去越南 孟加拉等国家生产 黑尔芬·拜英表示 其他国家暂时无法满足美国消费者的要求 我们已经移动了5年 因为在中国的价格上升了 所以大家都在移动了 问题是美国购买日 预计我们的预计 他们想要地球 他们想要保持绩 他们想要保持绩 保持绩 我们已经有问题 把这些国家的速度上升 黑尔芬·拜英在节目中恳请美国政府 不要让美国消费者为关税买单 我们真的真的惊讶 真的惊讶 我们看到什么会发生 我们正在试试 给政府的信息 请不吝点美国消费者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